買東西的話 我其實蠻推薦大家一個地方 那地方其實也是我私人的 特別喜歡的一個小店舖 我非常喜歡那個地方 天高級的住宅區 對 它有點像天母那種感覺 有有有 如果是以拉麵來說的話 我比較喜歡蛋裡系的 雞白湯的話 就很喜歡 我覺得濃淡適中之外 再來是它的配菜 就是進到這個湯頭的時候 我覺得是合理 因為去日本的時候真的做了一件 非常非常非常失禮的事情 那覺得我怎麼會做這麼失禮的事情 那現在過了幾年之後 我再回去 哇塞 那真是丟臉到死 旅遊理財顧健康 歡迎收看鬧生活攻略 我是主持人林氏璧孔醫師 我是主持人徐敏華徐PD 那我們之前做過投票 什麼地方值得一玩再玩 東京是第一名 那因為有很多東京派的愛好者 真的覺得東京玩不膩 可以一玩再玩 那今天我們的大咖來賓 也就是東京派的擁護者了 而且也是林氏璧的好朋友 那今天來賓呢 就要請醫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大來賓是 前知名YouTuber 視網膜陳子健先生 熱烈歡迎 歡迎 各位好 這裡是鬧生活攻略 歡迎走進今天的新聞直播間 我是視網膜 大家好 好懷念 好懷念 還有一隻柚子有沒有 對 柚子好像清零現場 他超紅的 像我剛剛看到視網膜本人我嚇一跳 因為臉好小 螢幕上都會拉大啦 所以大家如果從螢幕上認識的話 就會發現其實本人的臉是比較小一點 這個所有在螢幕工作的好像都是這樣 職業傷害 那兩位都是日本次住旅遊中讀者嘛 那林醫師呢 不是在日本就準備去日本的節奏上 那視網膜也很可怕 一年可以去12次 12次嗎 有最高紀錄是12次 OK 但是幾乎都在日本吧 但有幾次可能就是去個三天四天 甚至有兩天就回來的 也有一年吧 最多次數是12次 然後我記得那一年的天數大概是100 100多天我忘記了 這已經接近一半了耶 對對對就是有 偶爾回台灣來工作 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那邊 網友都會說說 喔你來台灣了 我自己想先問問視網膜 就是你為什麼這麼喜歡日本 或是說東京 而且是極端的關東派 整天往東京跑 我第一次去東京的時間 其實非常非常的近 就是相較於很多 比如像孔醫師可能已經是 好幾十年 我應該二十年了 我其實是自這六年才開始 瘋狂的去日本 那真的很近耶 我第一次是2018年 然後我那一次去的時候 我就覺得 就是那一座城市 就是讓我覺得到處都很精緻 然後它有 讓我有一種深深著迷的感覺 是它那個未來感 就是在那邊長陽 在那個大街小巷裡面 你覺得非常的舒服 然後道路又很好走 那天氣基本上 一年大概有五分之四的時間 其實都是蠻不錯的 那我就覺得那地方逛起來很舒服 再加上我也喜歡看一些很新的東西 比如一些潮流資訊啊 或者是大家流行 現在流行什麼樣的服裝風格 我覺得在東京是可以 抓到那個節奏的 然後我自己其實也 就以購物來說的話 我覺得我還好 可是我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是Windows Shopping 就是什麼都看 什麼都不買 就店員就直接那種 對 但在那邊我就覺得很享受 我剛剛有聽經紀人說 其實在東京之前 你常常一直去散心的地方 其實是香港 因為那時候覺得香港蠻近的 那語言跟文字也相通嘛 所以食物又好吃 OK 所以那時候其實一年大概也是去 香港的次數大概有四次五次左右 那是毛起來去耶 那是2018 那時候跟星期天 就有一個配音員 我跟他們一起去東京之後 就深深著迷 OK 然後後面就越去越多次這樣 OK 所以從香港派轉成東京派 對 但會去香港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很怕地震 對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經歷過921 921 所以我那時候一直不敢去日本的原因 居然是因為我覺得那邊地震太頻繁 因為你是南投人嘛 對 OK 可是你剛剛有提到你 曾經有一年幾乎一半的時間在日本 那你一定遇到地震過嗎 印象最深刻是今年的1月1號的 令和元旦子地震 那時候我人在金澤王 京都的路上 我記起來了 對 然後我在 那是雷鳥號 現在已經退役了 的列車 突然就是到一半的時候 周遭大家的手機警報都響起來 然後很多人就往 車廂的走道那邊去講電話 因為他們很有禮貌 他們不在車廂裡面講電話 OK 就大家去報平安 那因為我們那一輛車 是從金澤離開的 那金澤其實就是在北陸地區嘛 那一次是我覺得感受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這個好像就是你的下一班 就完全被delay了 你就是最後一刻離開金澤 我是最後一班安全到京都的列車 這我們好像沒有跟團過對吧 沒有 對 因為我覺得多半我的網友 或是我身邊的人 可能會經歷一個 第一次是去跟團 難免 然後我的話啦 因為我年代比你早很多 我們小時候大概就是都會跟團 然後我第一次出國是國一 我那時候流行很奇怪的團 我們是九州進 賴戶內海坐郵輪 Overnight 然後大阪上路 一路冰明湖 靜岡 玩到東京迪士尼 這麼遠 蜻蜓點水式的行程 歐洲八國什麼類似這樣子 當年比較流行 類似吃到飽 我會變得一句太句跟你一樣著迷 其實是因為被我老婆帶壞了 為什麼 因為我老婆 她就是我遇到她的時候 她住院醫師很辛苦 有嫁她就往東京跑 她是東京中毒的人跟你類似 我也是覺得去東京給我的感覺 是有在放假的感覺 OK 尤其我們身為這種公眾人物 在台灣其實我覺得很難自在的 在各個地方遊玩 有時候即便對方是善意的 想要跟你合照或什麼 但是其實久了久之 還是會有一點壓力 東京雖然台灣人也很多 對啊 可是我覺得那心情不一樣 在東京批認出來的時候 有一種他相遇固執的感覺 那其實在疫情之後 你瘋狂的跑東京 不過有一段時間不太一樣 不想去 是完結的嗎 其實我後來去的心情 都不像是去觀光或旅遊 我比較像是去生活的 有時候我會把一些 我平常喜歡逛的店 或者是吃的東西 全部都吃一輪 我有注意到 對做一樣的事情 一種儀式感 然後很多人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一直在做一樣的事情 重複的餐廳 我就覺得我就是回去 過個生活 過個幾天假 然後回來這樣子 那後來就是因為去年去太多次 是 飛到最後就覺得有點像國內線 已經沒有感覺了 因為國內線之後呢 就會沒有那個新鮮感 然後就會開始懶惰 就會覺得天啊 我要飛一趟飛機 我要再整理行李 什麼什麼巴拉巴拉的 但是去的感覺好像 去年去了這麼多次 再去好像感覺都一樣 所以已經有點膩了 我那時候是有點這樣子懷疑 可是後來過了 大概四個月而已 四個月左右 我就開始心就癢了 五月的時候又再去了一次 就覺得 嗯 聽到那個JR三首線的聲音 覺得 還是喜歡這個地方 好熟悉 那其實關東跟關西各有擁護者 我們跟林氏璧臉書合作的鬧生活投票 關東跟關西 你喜歡去哪一邊旅遊 送我猜猜看 你是關東還是關西派 第一名是什麼 第一名嗎 嗯 我覺得第一名 我自己會覺得應該就是關東 嗯 然後再來是關西 嗯 好那第一名結果出爐了 其實不是關東也不是關西 現在反而是有35%的人呢 他們很喜歡去的地方 是遊客少的地方 比較不一樣 說明一下因為這是在我的臉書 我的TA大概都是已經一去再去的人 嗯 這跟一般general population可能不太一樣 對 所以這些人已經去到膩 他們想找旅客比較少的地方 但是孔醫師有沒有想過 現在全台灣一去再去去到膩的人 可能已經佔人口的三分之一 滿多 滿多 可能全台灣人都有去過 OK 所以人少的地方是第一名 嗯 然後關東是第二名 那關西其實是第四名 那關東還比關西大概多了兩倍左右 然後第三名就是 只要是日本呢 我都很喜歡 那第五名 大概是有151票的人 他是呢 除了日本之外 可能有更喜歡的地方 這樣 嗯 我覺得比較訝異的是 我原本是覺得關東會比關西多沒錯 可是我沒有想到會差到 兩百三百票這麼多 因為我身邊其實 喜歡關西的朋友 我覺得好像居多 然後我就覺得我是異類 所以我看了這調查之後 我覺得他們才是異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沒有沒有應該是因為 我本人粉專的主人是喜歡關東的 有可能 所以這個機構效益 不已機構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大家很喜歡關東有一個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食 那特別是 林士兵呢還特別整理 幫你整理了美食游擊 造成熱烈迴響對不對 可是我剛剛忘記講我 我跟四晚摩其實認識 真的就是因為都喜歡日本 對 我記得就是去友台有一個辯論 很有趣的節目 對 我們第一次見到 然後我記得下節目的時候 他就忽然無厘頭的跟我說一句 我也很喜歡去東京 對 我記得這是我們講的第一句話 然後後來呢 他在疫情後瘋狂去東京的時候 因為引起很多人迴響 然後我就開始 好有趣 我就開始整理 是我摩去東京都吃了什麼 然後沒有經過他同意 然後就整理 我有沒有嚇到 因為我就是無聊的時候 可能我記得好像是2022年10月那一次 解封之後去的嘛 然後我就發了一些照片 很多也只是限動而已 對 然後後來就是 醫師就發了一個部落格 你整理得很詳細 把所有的圖都放進去 然後我就說 我其實都不太記得自己吃過這些東西 我們看一下喔 就是這個美食名單喔 這個其實是後來我們就越來越熟了 一起去東京 我們就有一次是一起去的 然後我們就去吃了一個米其林一星的拉麵名店 我們排隊排了一個小時 一個多小時 很可怕 幸好有人聊天 可是你平常會等這種一個小時的 我自己一個人的話 我絕對不排隊 像你自己喜歡什麼樣的口味 最喜歡的 如果是以拉麵來說的話 我比較喜歡蛋理系的 就是比較清淡的 像雞湯啊 或者是 鹽味拉麵 對 或是像柚子鹽這種味道 所以阿福利 還有剛剛這個新宿的金色布魯閨 其實都是蛋理系 對 米其林很愛這種口味 真的嗎 就你有沒有注意 上米其林的推薦名單的 都是蛋的嗎 幾乎都是 我覺得跟評審口味有關 就很傳統的什麼豚骨 重口味的味噌 幾乎不上榜 對 這個怪怪 但是雞白湯的話 像銀沙可卡利我就很喜歡 那一家就真的很棒 我覺得濃淡適中之外 再來是它的配菜 就是進到這個湯頭的時候 我覺得是合的 有什麼季節的食令 蔬菜都會擺進來 聽說有很失禮的時候 在吃拉麵 這可以講嗎 這可以講嗎 我第一次去日本的時候 真的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 失禮的事情 就是覺得這個湯頭 非常的重險 因為它是吧台那種位置 可是我其實不太確定 店員有沒有看到 我應該有避開它的眼神 然後偷偷的就是 用一杯水之後 這樣把阿房進去 然後我就覺得 吃起來就非常的適中 你家朋友在旁邊沒有傻眼嗎 有 我就傻眼 那我就覺得我怎麼會做 這麼失禮的事情 那現在過了幾年之後 我再回去旺山 那這是丟臉到死了 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後來我那個朋友都知道說 我喜歡吃口味比較淡的 所以才推薦我去吃阿富麗 其實拉麵呢 像最近有個數字 它說其實2024年到9月份 已經倒了49家 對 那主要就是因為 人力成本阿還有一些原物料阿 通膨的關係 應該說我會去吃的 好像目前都還沒倒 沒有這樣子的經驗 可是有在日本的新聞上面 看過這件事情 那大家是說 因為吃拉麵 其實對日本人來說 有點像是比如說 下班可能喝完酒之後 去吃一碗拉麵 然後來解解膩那種感覺 或者是吃他們很庶民的小事 有點像是我們的 類似滷肉飯那種感覺 因為他們說倒閉的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價格啦 因為他們價格好像原本大概都1000以下 對 就像說漲到了1200塊日圓 對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在台灣吃滷肉飯 突然一碗變100塊那種感覺 所以他們就會不太選擇 做這樣子的食物 我有一個觀察就是 我不是列出你吃的那些店 對 我第一個觀察是我發現你會重複吃 會 你就每一次好像就是 喜歡的店再吃一次 對 然後我就會一直PO一樣的店 那個時候你整理完那些照片之後 我確實有點緊張 天啊這些店有些是 可以這樣子寫出去的嗎 但其實我自己在吃的時候 有些我覺得目前就是人還沒有很多 沒有很多人知道 然後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喜歡的 我就不會貼出去的 的確會有這種擔心齁 對會會會 所以只能選一間 然後私房景點 其他都不想講 只能在本節目講的推薦一間 因為有很多狀況是 有些餐廳是一些 很熟日本的朋友介紹給我 推薦你 或是就是日本人介紹給我的 那他們就會說 這些你可以吃 不能 不能發 對 不能把它拱開出去 我要偷偷跟大家講 市網膜又偷偷跟我講過 這樣的一間豬排 然後我吃的超喜歡 可是手很癢 完全不能貼 因為我貼了一定會被 市網膜還有那位 跟他講的朋友罵 也許不久就可以解決 再六本目 好 我們就透露到六本目 看我們的臉書 我們來公開 OK 那除了美食 其實有可也很喜歡 到處去走走逛逛 那我們來看一份 這個網路數據統計 這是業者用網友訂購 海外景點商品的數量 來做的排名 對 這是2023年的排名 第一名呢 猜猜看是哪裡你知道嗎 竟然是 在那個 色谷的觀景台 你的表情 很奇怪 那我們繼續報第二名 第二名是晴空塔 欸 表情 晴空塔的觀景 特寫 第三名是 哈利波特影城 我自己覺得第三名 很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因為它是個新民所 在JK羅琳那個爭議之前 其實台灣人還蠻喜歡哈利波特 那它剛開嘛 所以它當然受歡迎 市網膜好像覺得 第一名你也有意見嗎 因為 Shibuya Sky其實是 這一兩年非常紅的景點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上去 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那個角度 到底可以看到什麼 如果你說要看東丁鐵塔 有六本木之丘可以看 是 那麻布台之丘 現在心裡也有 又更近 那說到看晴空塔 那個地方超遠的 超遠 所以我就覺得 Shibuya Sky 我有看過大家的照片 然後我就覺得它單純就是 那個建幅堤很漂亮 OK 然後建築很新穎 我其實愛東丁有一個原因 就是我很愛看這種高樓的天際線 對 摩天大樓 對 所以假如看東丁的窗景 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看到 東京鐵塔 對啊 那有沒有什麼遺珠啊 推薦哪一個觀景台 觀景台我自己其實最常去的 還是六本木之丘 我也是 因為那個地方離鐵塔真的很近 那麻布台的話我還沒有去過 我只有在它的一樓的那個 新的Mall逛 然後我覺得它設計非常的漂亮 可是我沒有上去觀景台 我建議你一定要去 真的啊 它一開始是免費的 所以那時候吃爆了 對 就是因為免費我覺得算了 所以它要收錢的時候再去 好消息是它四月開始收錢 這是好消息嗎 我覺得真的是好消息 因為資本就一發 它收的不貴 所以它只是作息費五百塊 然後你上去那個咖啡 點一杯低銷的咖啡 你大概一千左右 你就可以上去了 然後它離東京鐵塔真的很近 人潮都不見了 因為它要收錢了嘛 那所以我就變成 體驗變得非常好 那我要去 一定要去 已經收錢了就可以去了 那好像說逛景點的時候 你會順便找一些美食 因為你都不做功課對不對 對 我這一集很想問你 都是怎麼去決定你的行程的 我其實覺得你行程拍得很豐富耶 我第一天到飯店之後 我也不會去想我明天要幹嘛 但就是當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開始邊刷牙然後邊想今天要幹嘛 那假設我今天想要去自由自秋 那我就看地圖看這個地方 然後就到處點 點那些地標餐廳 什麼都亂點 然後那個一些什麼 mall也點這樣 點完之後看評分 如果它評分很高 打分的人也非常的多 那我就會去 我就會覺得它可以列入前欄 所以你主要依賴的工具是Google Map 對 那如果它的分數很高 可是它的評分數量沒有到很足夠的話 我才會去參考Tabellok 我以為你們這個年代的人 會很常看IG 然後看YouTuber的影片等等的 然後近年可能是短片對不對 很多人其實欠資訊 不看零世幣了 字好多 沒有耶 別這麼說 我有很多電視看你介紹才去的 2019第一次去吃的時候 就是看你的那個資訊去的 好像你第一次跟我聊也有聊到這個 還是找得到我耶 好開心喔 除了吃呢買呢 大家很想知道 你有在東京大採購或喜歡買什麼 我採購很少 因為我通常就是 假設看到喜歡的衣服才會想要買 但其他的話像一些大家平常會去買的精品 那些東西我就沒有涉獵 家電也還好 因為很多人會去搬家電 會 但我唯一搬過家電是在今年六月 我去搬了兩台無印良品的電風扇回台 所以這是推薦是好不好 沒有因為我發現那邊只要六折 有價差 就搬回來 但買東西的話 我其實蠻推薦大家一個地方 那地方其實也是我私人的 特別喜歡的一個小便堂 可以講嗎 可以啦 因為我覺得距離市中心其實有一點點距離 就是二子玉川 我知道了 我非常喜歡那個地方 ok 因為那個地方沒有像澀谷這麼擠 可是它什麼品牌都有 是 再來是它也很漂亮 它旁邊的河堤跟公園 如果天氣好的話 在黃昏時分你可以看到 夕陽加上一點點富士山的剪影 對那個地方其實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的Mall有大概六座吧 它有高島屋有Rise 很多很多 又有鳥屋家店 鳥屋家店超級好逛的 它附近的那個氛圍營造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那地方是 很喜歡去逛的一個區域 它可以算是東京西郊的一個很新興的 比較天高級的住宅區 對它有點像天母那種感覺 有有有 所以台灣人比較少去到那裡 很少 我們沒有在那邊 台灣人會在那邊的都是在樂天總部的員工 對樂天總部在那邊 有一次在那邊有台灣人來跟我打招 我就很訝異說 這裡難道已經被台灣人攻陷了嗎 我說沒有沒有 我是在樂天總部這邊工作這樣 所以我們這邊有個消費動向的調查 這是日本的一個調查 他說台灣人在日本的消費力道真的很驚人 光是去年 台灣榮登日本消費金額冠軍 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2023年到訪日本的外國旅客 總消費的金額達到了5.3兆日元 2023年又比2019年要增加一成左右 那第一名看到就是台灣了 可以買到7835億日元 那第二名才是中國 你看還比中國會買 這個數字真的很驚人 第三名是南韓 第四名是美國 然後香港是第五名 這台灣真的是買爆了 很瘋狂啊 非常瘋狂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這個數據的產生背景 2023年整年其實以人數來說 第一名是韓國 韓國一直都是最高 然後中國其實有限制 所以那時候中國旅客沒有那麼多 可是這個沒有考慮 每一個國的人去玩的天數的因素 因為韓國很近 所以他們平均去個三四天小旅行非常常見 那台灣可能是五六天 那中國那時候簽證申請困難 好不容易來了 他就玩個十幾天 所以他整個費用就會拉高 然後中國本來就有一些會爆買 因為那個 2023年出的了國的中國人 會是資金比較雄厚的 所以就會是中國旅客雖然沒有那麼多 可能只是第四名第三名 可是消費可以到第二名 可是台灣是很會賣 沒有錯 當然東京的交通非常方便 不過很多網友有疑問的是 坐計程車到底划不划算 我很少在東京搭計程車 我很少是不是 如果超過兩萬的話 你會很明顯感覺到腿要炸了 那個時候就會選擇搭計程車 但計程車真的蠻貴的 我自己覺得是貴的 所以我不太會輕易搭 那我在交通上常常使用的工具手段是 Metalo Pass 就是東京的那個 地鐵24到72小時圈 所以我很喜歡用那個 只是用那個的限制 就變成說你JR的就不能搭 對 就變成全部都要搭那個標誌是圓形的 地下鐵 都營跟Metalo 就是兩架 總共13條地鐵全部都可以搭 如果算過好像只要搭過 搭三次 三趟 你就划算了 沒錯 我印象很深刻你好像有講過一次 這個計程車的奇遇 有一次我在大阪 我要準備回台灣的時候 我們要搭到那個南波站 結果在下車的時候 因為在車上我們有跟司機稍微聊個天 然後他們知道 他知道我們是台灣人這樣 然後講完之後 後來我們下車結果 因為我是用線上的系統去叫車 他就說他這一趟直接就免單這樣 因為你是台灣人 對 他說因為就感謝你們在東日本大地震的支援 這麼久以前他還是 對 他就說這一趟我們就free這樣 OK 所以我那時候很意外 但當然也可能是因為他跟我們聊天 可能他自己也覺得聊得很開心 我又在想會不會是按錯 那我們來幫大家整理一下計程車的一些相關的說明 那其實日本的計程車一公里不到 大概一公里起跳價是470日圓 那每255公尺會跳100元 那每停車一分大概是35秒的時候 也會跳100日圓 那我們來幫大家比較好整理一下 就是你如果搭兩公里的話 大概就是1000日圓左右 那搭7公里25分鐘的車程 大概是2500到3000日圓 那很多人覺得很貴 醫師有聊到嗎 就是主要就是可能是到成田機場 你才會覺得比較貴 因為短程的話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短程甚至是沒有跳錶 或是只跳個一次 然後你假如是兩三個人 然後又帶著行李 比方說你剛剛說要到南波要回機場了 的這種路程 那你的旅館其實走路又有點遠 這種時候我覺得計程車就很有用 其實我也是會搭計程車的 還有另外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在交通 從飯店到車站這一段 我有帶大件行李的時候我們常用 因為尤其是有時候我們可能時間上是在 我覺得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我也是從二子玉船 我是住在那邊我要離開 然後我要到東京站 我們準備搭新幹線 結果因為是早上7點半的時間 我上了電車很尷尬 那30分鐘我一直在到處的 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那行李真的太大件了 那因為上班族人非常多 他們是擠到已經要這樣子擠 然後再加上我那行李又29吋在地上 我就覺得非常尷尬 從那一次之後我就決定 只要我有大件行李要移動到車站的話 還是選計程車比較好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可以教大家的事 就是Rush hour 就是通勤時間 可以避免最好避 特別是你假如還帶著大行李的時候 這其實也是一種禮貌 那像成田我覺得他們比較好的部分是 你從東京到成田他們是定價是固定的 對 對大概就是一萬九千五百塊 一直到三萬日圓 所以它是一個供頂價 對 就不用擔心說可能會被敲竹缸這一類的 那我們再聊一聊住宿的部分 我覺得住宿也很有趣 住宿的話 我不太常看到你會說你住在哪 你頂多PO一個窗景 然後神神秘秘我都不知道你住哪 所以這是我第一次想問你 你是那種會換旅館的人嗎 或是你會怎麼決定你的住宿 以今年來說目前大概有三次都是住在朋友家 後來在東京的住宿從疫情之後暴漲之後 我真的是有些價錢我實在刷不下去 我覺得太恐怖了 價差很大 那會不會換飯店要看那一趟在日本待的時間久不久 那會不會跟食物一樣 你會很常想入住同一間飯店 會 會 會嗎 我之前我在疫情前就是價格還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很喜歡住雷姆的商務飯店 RAM 對因為它那時候價格還蠻實惠的 加上我自己有一個很堅持的地方 我覺得在東京這件事情很難解決 我的浴室一定要乾濕分離 所以這件事情就影響到我在選飯店的時候 增加很多的難度 那通常有做到乾濕分離的飯店 就除了剛剛講到雷姆之外 再來就是三井花園的Premium系列 可是那個系列後來也是漲價漲到很誇張 漲到飛天了 2022年那一次10月 我去日本橋的三井花園Premium的時候 我一個晚上是三千七百塊到四千塊左右 它現在要八千 要兩倍了 我現在完全沒有辦法接受那個價錢 我覺得太恐怖了 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範圍 大概是最多最多最多也許五千吧 五千以下一個晚上 非常有人氣的旅館 它因為供需 那個需要比較多 所以它真的一直漲 因為它即時漲價它還是賣得掉 可是我覺得東京的好處就是 它其實真的旅館很多 特別是在東澳前後 有非常多新旅館 所以我個人現在是 大概沒有推單一旅館 因為這是惡性循環 那個旅館紅了 它就會開始漲價 可是你總是可以找到那種 才剛開幕一兩年 沒什麼人注意到它 可是它的價錢就會比較低 對所以我覺得其實三號總是找得到 就是新開幕可以推薦給大家 就是它可能會有一些優惠價格 對 而且我們剛剛在聊 真的很想問你說 你真的還會去東京一去再去嗎 所以其實原本今年六月的時候 有計畫要去北海道 你還沒去過北海道嗎 還沒 你對那些海鮮其實也沒什麼興趣 牛奶我不能喝 我會過敏長兜兜 所以北海道就沒有什麼吸引力了 沒有我覺得它對我的吸引力就是 但是我原本說我六月要去 是因為我想說六月怎麼熱 OK 那也許去北海道 也許25度左右 那就是蠻舒服的天氣 也有想過說去九州四國之類的 你剛說的這些地方 你都還沒去過嗎 沒有 OK 所以它真的是東京中毒者 東京23區中毒者 就是確定我明年應該就是要 開始往外跑 可是我還是以東京為入口 然後往東京可能飛到北海道 或是飛到北海道 但是最後還是要回到東京 很讚很讚 日航最近開始一個促銷 你買國際線這一段 然後國內線一段它是免費的 免費的 對就很有利於你執行你的計畫 那今天節目我真的告訴大家 很多跟東京有關的旅遊資訊 這網膜也推薦大家非常多的必有景點 你知道好多秘密 真的 你覺得地獄蟹有興趣嗎 有海鮮我有興趣 日本的海鮮我有興趣 OK 我記得最早你是對生魚片是怕的 對但是我在日本我會吃生魚片 在台灣不會 只在日本吃 我在台灣不太吃生魚片 那你可以去北海道了 不會到完全不一樣了 日本真的改變了它的人生 那今天聊完 兩位真的是名副其實的東京中毒者 而且是中毒中毒者 那謝謝今天的大來賓 主播是網膜謝謝 謝謝大家 也歡迎各位網友留言 分享大家在東京的旅遊攻略 最後記得 諸人師收看 鬧生活攻略 也別忘了要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掰掰 大家掰掰